你绝对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丑男 竟然是爵士帅哥伪装而成 他随手弹出的针头比子大还快 轻松就能将暗处的敌人秒杀掉 男人名叫吉他拉 和西索都是名一样的存在 在前几场考核中名列前茅 任何对上他的人 只有死亡一个结局 获得六分的吉他拉 通过对讲机确定西索的位置 决定前去与他会复 然而此刻的西索 正被小杰暗中盯着 深知西索的实力强大 小杰并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躲在草中调整呼吸等待接 一直等到傍晚 机会终于来了 一鸣提着长枪的男人 不知死活找上了西索 战斗一触即发 男人利用长枪不断攻击 但都被西索轻松躲过 一旁的小杰十分疑惑 西索为什么不还手 不久后男人失去力气 请求西索正面一战 但西索却说 自己对死人没有兴趣 原来男人早就受伤了 不管他出不出手都会死 男人感受到侮辱 在最后关头拼尽全力 朝西索通了过去 可就在这时 十几枚飞针突然袭来 将男人直接秒杀 而出手的正是吉他拉 倒在地上的男人 是他本轮的猎物 西索调侃他 总是爱做一些无聊的事 为何要留着这种垃圾 吉他拉表示西索同样如此 他之前也放过了小杰两人 西索说出他的理由 小杰两人有发展的潜力 如果现在杀掉太可惜了 草丛里的小杰听到这话 明白若不是西索留守 他们早就没命了 吉他拉不再和西索争执 将多余的号码排扔给他 便取下针头恢复原状 随后挖个坑将自己埋起来睡觉 如今的西索还差两分 他的狩猎计划也将正式开始 见此小杰紧随其后 可倒霉的是他第一时间发现的 居然是雷欧利和库拉皮卡 原来几个小时前 雷欧利遇到了东巴 对方拿出手牌证明 狩猎对象不是他 便开始向他求助 东巴声称自己拉肚子 想用彭斯的身份信息 来换取药物 这人是雷欧利的猎物 也让他瞬间心动 可当他打开包包的瞬间 一名考生突然偷袭 包里的药物与身份牌 被直接打飞 考生的猴子抓住机会 一把抢了过去 原来一切都是东巴的英语 而雷欧利正是他的猎物 他与此人交换了身份牌 并联合起来成功骗过雷欧利 气愤的雷欧利立马追了上去 就在这时库拉皮卡出现 在他的帮助下 雷欧利不仅抢回号码牌 还成功找回场子 将东巴与那名考生胖揍一顿 事后雷欧利向库拉皮卡表示感谢 而库拉皮卡的猎物就是东巴 他早就做好准备 为了成功才将雷欧利当作幼儿 听此雷欧利瞬间无语 搞了半天小丑竟是我自己 之后两人决定联手一同寻找猎物 这才有了被西索盯上的意义 跟在身后的小结 发现西索的目的后 下定决心如果战斗起来 就改变堂王补偿黄雀在后的机会 帮助雷欧利二人 毕竟以西索的实力 很有可能将两人扭杀 之后西索向雷欧利两人所调身份牌 库拉皮卡表示 可以将他们得到的多余那张给他 但如果想要自己和雷欧利的号牌 那他们就只能战斗了 西索同意两人的体力 不是他惧怕与之交属 而是觉得青涩的果实 还不到采摘的时刻 一旁的小结见到这一面 意识到大势不妙 如果西索的猎物也像雷欧利那样 乖乖奉上身份牌的话 那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解决